好 在这边呢 我们要convert angle from degree to radian 然后他要我们give the answer in three decimal case 在这边呢 我们要记得 pi rate会是等于180度 so我们的单位跟单位之间可以乘除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a的这一体16度呢 我就可以怎样做呢 我的这一个16度 我就拿这一个16度来除180度 再乘pi rate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有16除180 乘3.142 然后我拿到的就是0.279 0.279 他要三个小数位 所以他变成0.279 然后接着V的这一体呢 是172.8度 172.8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172.8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3.016 这个等于3.016 ok 172.8度 除180度 乘pi rate ok ok 好 然后接着 37度 53 minutes C 37度 53 minutes 的时候 他就变成37度 53 minutes over 180度 乘pi rate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37度 这一边我们就这样 37度 53 再按度 这样 ok 然后拿到的就会是等于 接着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除180度 乘3.14 他就会变成0.661 所以他会变成0.661 ok 所以他变成0.661 然后第一个这一个84度的话呢 84 除180度 乘pi rate 然后 就84 除180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是84 然后 除180 乘3.142 1.466 1.466 1.466 1的 这个是 159.5 159.5 度 等于159.5 然后度 除180度 乘pi rate 你度跟度 你会心里想 其实是这个度跟度 约掉 是载 159.5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 159.5 然后 2.780 你2.780 然后 anf的这一个呢 是95度 3min 95度 3min over 180度 乘pi rate 所以 我在这一边 就是 95度 3min 除180度 再乘3.14 然后 我拿到的是 1.659 rad 它的单位是 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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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它要我们convert 这一个 然后 2 degree ok 所以我们只要pi 就是180度 ok 嗯 我们知道 pi rate 等于180度 so 这一种题目呢 A的这个题目呢 它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 pi 5 grade 它会是等于pi 5 然后除pi 乘100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pi 跟ip 然后155 36度 所以它这个 就会变成36度 ok 这个是正常的做法 然后我们有比较快的做法 比较快的做法是怎样的 比较快的做法是这样的 你就直接 pi就是180度 直接180度 除5 再来就变成36度 所以75 乘180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 7 乘180 除5 然后252度 2525 好 然后 接着 在这一边 c跟d 这个 你只要知道i 你又直接等于180度 所以112乘180度 然后你等到是15度 然后 这一个是3乘180度 除5 所以我在这一边 3乘180度 除5 108度 好 就是这样 来 接着 在这一边 他要我们converge each of the fooling angle from degree to radian 你等我pi 你等我pi 你等我pi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的那个pi 不要用3.11 我pi 写成pi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A 36度 等于36度 除180度 乘pi radian 所以它会变成155 pi radian 然后 V的这个225度 它就会变成225度 除以180度 乘pi pi radian 所以我在这一边 225 除180 然后拿到是5 10 所以它这一边 我们就拿它来越减 540 pi radian 然后 C的这一边 这一个310度 它就会变成310度 除180度 乘pi radian 所以它这一个就是31 18 pi radian z的100度 然后 它就会变成了100度 除180度 乘pi radian 所以它是590 pi radian 好 就是这样